Hello 大家好 自我介紹先 我是丁丁 我是小花 身邊這位就是今天的嘉賓 Jason Hello 我介紹一下今天嘉賓 Jason 大家見到他都很年輕 年輕感覺上都是學生 原來真的是跟小花學唱歌的學生 詳細我就不說了 讓小花和Jason大家溝通一下 師生的關係如何開始 師生的關係這麼誇張 他也是學生 他跟我的時候是中學生 然後現在就大學生 你學了多久呢 還是一直都學 還是團團續續 一直都有跟著學 多久呢 都忘了 Jason 其實你跟小花學唱歌 其實你是喜歡唱什麼歌 中文歌 國語歌 廣東歌比較多 廣東歌比較多 為什麼你學了這麼久唱歌呢 我想問一下 因為一直都唱不好 為什麼 你有過謙的 剛才我和你試過 我覺得是ok的 有進步的 譬如自己錄音 自己聽花 我覺得不夠好 向上一層樓 想慢慢再做好 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那究竟你學了這麼久 你覺得由以前是怎樣 到進步了些什麼 然後再進步了些什麼 到現在究竟你學生是怎樣 你這樣問 其實呢 就算你問我也不會回答 因為自己其實是最不了解自己的 也是 也是 自己是最不了解自己的 應該是老師 應該是我曾經講過你什麼 當然是老師講過 應該是有些體會的 最主要是 因為一開始不懂唱歌 聲音就會很用力很用力 是 是 好像那時候咬字也很用力 是 很緊 我記得你那時候 不知為什麼經常有卷音 其實是不是大多數人都會有 那個歌真的有關不同 我覺得有關不同 即是很多人需要不同的反數 對 需要不同的反數 是 ok 然後其實你一路學 一路學的時候 你覺得 學了多久之後 當然你是努力地學 那你覺得 學了多久之後才覺得自己 有改善 或者朋友 聽到你的改善呢 會明不明顯 就是自己覺得明不明顯 其實有時候會唱一兩首歌 就是會特別明顯 就是 跟以前比較 就是未學之前 跟之後再唱一首歌 覺得輕鬆了 或者真的可能覺得 就是到位了 可能有些東西 或者你覺得是 因為我們平時上課 一定是這樣 可能學一首歌 學好第二首歌 或者你每次 其實你學了兩三首歌的時候 你就已經覺得 有些不同了 就是比如有些歌 就是老師都會說 我以前一定唱不到 然後現在唱到 所以有些歌很難唱 現在可能也有些辛苦的 就是有些很難唱的歌 但就會比以前 進步很多 想想少知道 哪一首歌是很難唱的 最近唱的一首歌 是叫孤島人 是Rubberband 是高音位多 還是高低位比較快 有難度呢 這幾樣都有 再加上它本身有些 blu blue的感覺 那些唱法 是啊 是啊 那我由第一次唱 好像真的 哇! 噢! 噢! 然後上幾堂就好一點 是啊 因為它現在真的 就是 可能明白了 還有它控制唱歌的肌肉 都是好了很多 好了 那這次呢 特意叫Jason來 就打算是 找你示範一下 一些轉key的問題 就是 那一般呢 很多時候 男key轉女key 或者女key轉男key 那大家說 不知道怎麼找自己的key 其實有時候 甚至是 你作為男的 唱回男的歌 其實可能都會轉 都需要轉key 那都是的 因為有時候 有個別的歌手 比較特別高音一點的 那 那 如果普通人 聲比較沉 像我那些沉聲 你唱很高音的歌 是真的差一點的 就需要 真的把key 低一點 或者一度兩度 那這樣 那就唱得舒服一點 其實就不是說 舒不舒服 會好聽一點 感覺上會好聽一點 其實都沒有看自己的聲音 是的 轉聲位在哪裡 是的 我問個八卦的問題 那你覺得 黃耀明是屬於高音 還是低音的歌手呢 中音 不屬於很高音 我覺得不屬於很高音 OK 等我又問問Jason Jason你自己覺得 你自己是屬於 高中低的聲線 中音 都中 或者 對 中 好了 那就是 我們特地找Jason 來示範 發現 其實他有一次跟我上課的時候 就唱 楊千華的首 《再見二丁目》 是的 然後我們就是 遇到這個轉Key的問題 是的 頭頭也有跟 找YouTube 可能找到原來有 藍歌手版的 但是唱藍歌手版的時候 你發覺不適合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很辛苦 唱得很辛苦 好像唱到不適合 為甚麼唱得很韌著 你覺得高音不到 還是覺得低音了 自己很難用 其實他低音又太低了 然後到Chorus那些高音 又好像有點韌著韌著 我又形容一下 我想 那次跟他上課的時候 我又覺得 嘩 為甚麼這麼大聲啊 Chorus 很高音嗎 很大力啊 叫他勢力一點 是勢力不到的 但是呢 最後呢 我不是降Key給他唱 而是升Key了 反而是他很自然 就細聲了 然後我就問他 嘩 為甚麼你高音了 還容易唱了呢 這樣